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跟老吴说出讲古 跟各位聊一聊 这也算是一个博弈理论 就像标题一样叫田济赛马 田济是一个人的名字 为什么不叫其他名字 实际上田济赛马这四个字 现在还不是一个成语 但是大部分的读过这个故事的人 大概都知道 那如果说你读过没读过都没关系 我们现在来从头来讲一下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 就是你如何安排 如果战争也是这样 战争也不是 战争你最后获得胜利 并不是你全部都胜 三场 通常比赛 运动比赛 积极比赛或什么 如果说有 打三场 第一场赢了 第二场赢了 第三场不用打了 两胜了 因为你再打下去 没意义了 那如果说是三战两胜就赢了嘛 那如果说是第一战打赢了 第二战输了 那就要打第三场 第三场如果还打成平手的话 还要再延长赛 延长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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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比赛什么的都是这样啊 好了这个我们现在来讲一个 这个叫田济赛嘛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博弈理论 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战争 孙子兵法 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成语 就是发挥自己的长数 攻击他人的短数 很多时候打架不一定是弱的输 赛跑不一定是快的赢 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 以己之长 功人之短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齐国的将军叫田济 我们讲田济赛嘛 田济就是这个人 齐国是田齐 以前是江齐 江子牙 江子牙后来被那个姓田的篡位了 他国号没改还是齐 但是他叫田齐 所以同样是齐国 前面叫江齐 江子牙的家族 后面是田齐 姓田的 田济经常像那个齐威王跟齐威王赛马 他们两个人就是君臣之间嘛 就喜欢写 都养马 然后喜欢赛马 他们的赛马的规矩是 双方各自下赌注 比赛共分为三局 剩两局的为赢家 然而每次比赛田济总是输给齐威王 有一天 田济赛马又输给齐威王 回家之后田济把赛马事情告诉自己的军师 孙兵 就是那个孙武的后人 孙兵 孙兵旁军的孙兵 那个是应该念病 孙兵 病骨 膝盖骨 孙兵因为他那个膝盖骨被月形拿掉了 所以两个膝盖是残废 就是大腿以下 没有了 就残废了 要坐轮椅 这个孙兵是军师家孙武的后代 保读兵书 生安兵法 逐字多谋 被旁军谋害 双脚残废 来到齐国后 很受田济重用 被田济尊为上兵 那这个孙兵旁军斗法这事情 这个可能大家都熟悉 不熟悉可以看看我其他几集 孙兵听了田济 谈他赛马 总是失利的情况之后说 下次赛马 你让我前去观战 田济非常高兴 又一次赛马开始了 孙兵坐在赛马场边 然后有兴趣的看田济与齐威王赛马 第一局 齐威王牵出了自己的上马 田济也牵出了自己的上马 结果跑出来 田济的马稍逊一筹 第二局 齐威王牵出了中马 田济也把自己的中马相知对抗 第二局跑完 田济的中马也慢了几步而落后 第三局 两边都以他的下马 所谓的那个卤猎 这是比较差的马 参赛 田济的下马 又未能跑赢 齐威王的下马 三局都输 那输惨了 看完比赛回到家里 孙兵对田济说 我看你的双方的马 若以上中下三等来排比的话 来比赛的话 你的马都应该是相应的差了一点点 每一个等级都差了一点点 但悬殊并不太大 下次赛马 你按照我的意见办 我保证你必胜无疑 尽管多下注就是的 你就会赢钱 这一天到了 田济以齐威王的赛马又开始了 第一局 齐威王出了那头剑步如飞的上马 顺病 却让田济出下马 你用上马 我用下马对你上马 第一局打完了 当然是 比完了 当然是田济的马落后 在落后 输了 可是到第二局形式就变了 齐威王以中马 田济这边以上马对 你用中马 我用上马来对你的中马 结果田济的马跑在前面 赢了第二局 最后 齐威王剩下最后一匹就是下马了 只有上中下这三匹马而已 最后一匹是下马 当然被田济的中马甩在后面 这一次田济以两胜一负 取得赛马的胜利 由于田济按照孙斌的吩咐 下了很大度助 他一次就把前面输给齐威王的钱 全部赚回来了 而且还有盈余田济以前赛马办法总是一位硬拼 希望一局也不要输 结果因为自己的总实力总是差那么一点点 总是输了比赛 孙斌则巧妙地运用自己的优势 先让掉一局 然后保存实力去确保后面两局的胜利 而这样却保证了整体的胜利 也许我们都应该误出这样的道理 每个人生来都有不可能的是完美的 成功的观念在以长至短以优至劣 就是你的长项还有你的短板 这个是长项短板 这是中国大陆的说法 我们台湾就讲说你的优势跟劣势 所谓的那个WOST的分析 其实这个故事 以后你只要讲到这个 讲到田济赛马 你就可以省掉中间很多过程 因为你已经了解这个故事的过程 我这边讲一个比较血腥 比较残忍的事情 注意出谋划策的人叫孙斌 孙斌就是孙武 他们是军事家 他们是要出兵打仗的时候 在古今中外的战争中间 常常有一种部队是试探性的 也就是说你不知道对方的虚实的时候 你会派一支部队过去试探 而这一支部队的人通常都是赶死队 为什么 他大部分会全部被歼灭 也就是你的下马对付人家的上马 因为你不知道人家的上中下程度到哪里 你用他这一支部队去试探 试探之后就像那个化学柿子一样 用完一看孙斌直看到了 变蓝了变红了 就确定之后就丢掉了 就是这样 人的命就是在战场上 就是这样用的 所以说那个一将功成万古枯 就是这个意思 当你当小兵的时候 你前去冲锋 你的任务就是死守或者就是打 那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 你打不打得赢他 当然呢 你去打之前的心理教育很重要 你一定打赢 你一定打赢必胜必成什么的 这都是这样 那就不会跟他讲必死 实际上下马对上马 这就是什么 你必死无疑嘛 你根本打不过他 现在是赛马 如果是战争的话 你就是这样 你如果是被当做一个侍子 或帮着一个棋子 就去送死 目的是要什么 要最后的总和胜利 你就牺牲了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 那个深刻的这个教训 很多层次 我刚讲就是 大家只想说田几赛马 没有血腥 可是如果是战争 你愿意做那个下马 去对人上马吗 那恐怕就 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 当然了 另外我们往正向思考的话 你天天锻炼 天天勤修苦练 你希望你当做上马 然后你对付人家的下马 把人家像这个 磕烂饭一样 把人家打得溃不成军 当然这是最理想 但是这个理想状况 那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以上跟各位分享 田几赛马 谢谢